前几天有人问,三战到哪一不了,把我问得一愣,一时竟无言以对,现在的世界,一会欧洲打起来了,一会中东动手了,东亚似乎也快了,那这到底算不算世界大战呢?一时热战已扩散,三战的说法不是最近才有的。 近些年已经热了好几波了,第一波是2018年,三月美国开打贸易战,四月制裁中兴,虽然是连续出手,但一般还认为这是贸易争端,慢慢谈背,但到了12月,美帝钓鱼执法孟晚舟,这性质就变了,有些人就开始认为世界大战已经开始了,第二波是2019年,疫情爆发的初期,传播特征很像大号的非典, 有些人觉得这就是定向生物攻击,于是世界大战的声音又热了一次,当然这两次的说法,大多数人会觉得有点夸张,听完一笑就过去了,不过等到俄乌战争打起来,尤其是两年后的今天,稍微有点头脑的人都会问一句,搞不好这真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,为啥越来越多的人这么想呢? 顾名思义,世界大战就两个意思,一是热战,二是战争波及到世界,现在不都具备了吗?热战不用说了,波及世界的战火每天都在发生,中东的巴以局势还在恶化,红海那边,胡塞天天打英美商船和军舰,也是热闹得不行,土耳其也趁乱家带私货,时不时就去轰炸叙利亚,伊拉克的库尔德武装, 西非在去年也乱过一阵,在瓦格纳的推动下,法军撤出了尼日尔,期间虽然没有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,但尼日尔是法国最重要的殖民地,法国能源靠核电,而核原料主要就来自尼日尔,这种命根子,法国不可能轻易放弃,双方不较量一番,法军绝不会撤,南美这个美国后院也不太平,委内瑞拉和硅亚奈有块争议领土, 去年年底突然出事了,双方发生40万军队的对峙,战火一触即发,直到今天问题也没解决,双方仍在自说自话,军事冲突随时可能爆发,而俄乌战争外延的最典型案例,还是咱们家门口的东亚,朝鲜给大毛供应炮弹,韩国则把炮弹援助给了乌克兰,大伙千万不要小看援助炮弹的事,这等于是一只脚已经迈入了战争, 这话可不是我危言耸听,近代的战争规则就是这么定的,五国还曾经因为这样的规则,获得过不小的收益,二是火中举力,朝鲜和韩国拿出那么多炮弹,肯定属于参战行为了, 他俩到底咋想的,要知道参战赢了还好,一旦输了,就不怕萤火烧身吗?他们当然不傻,俄乌局势发展到今天,存在一个巨大漏洞,可保他俩不仅安全,还能火中取力,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? 这个漏洞就是宣战,宣战的好处是敌我阵营分明,一个战壕里就得拼命干活,但缺点也很突出,不好勾兑了,想拉伦过谁,或想做点生意啥的,就没法操作了, 这些经常说不清,会被当作参战行为,这一点很关键,其实战争初期观望的人很多,想偷摸赚钱的人更多,一旦宣战,搞不好适得其反,搞得自己身边没朋友了,这也是为啥俄乌打了两年,大毛一直说是特别军事行动,乌克兰被抢走四个州,也一样不宣战,即使最近莫斯科恐袭死了一百多人,俄罗斯一边说已处于战争, 一边却强调从法律上想,还属于特别军事行动,既然俄乌都不去碰这个,那大伙就心领神会了,西方国家说是要制裁俄罗斯,但私下却大量购买俄罗斯石油,同时向俄出售导弹零件,搞得小子无比恼火,既然西方大国都这么干,朝鲜和韩国当然就不怕了,卖炮弹不仅可以卖些钱回来,还能在美俄那里落不少人情, 现阶段的人情可不得了,毕竟是否宣战,什么时候宣战,那是美俄决定的,但战争总会分出胜负,最后还得论功欣赏,到那时今天的人情,就是明天分蛋糕的筹码,还有只好事,不用承担战争风险,还能分蛋糕,那向掺和进来的,可就不止朝鲜和韩国了, 瑞典,芬兰,伊朗,胡塞们都兴奋了起来,纷纷表示你要说这个,我可就不困了,三世双方阵营不断扩大,有便宜就占,有危险就攒,人性如此,所以历史没有新鲜事,现在的国际形势和一战二战的发展非常像,初期只是个局部战争, 但太多人闲不住,有报酬的,有开游的,纷纷跳了进来,最终变成两大阵营的对抗,波及世界,美国的心思本来是战争快打完了,进来摘个桃子,没想到又打了快两年,要从国内弄过来上百万大军,代价远超预期,大伙看出来没,世界大战就是这么一步一步,越打规模越大,根子是人们总是高估自己,低估对手, 内心又很贪婪,不幸的是,今天仍然如此,似是事态失控,走向世界大战的关键一步是瑞典,芬兰加入北约,这是两个永久中立国,尤其是瑞典,从1815年开始中立,至今已209年,这么一个见过世面,看惯血雨腥风的国家,淡定穿越了一战二战,如今却放弃誓言,这是在闹哪样,他俩拿出来的理由是, 今天的俄罗斯侵略性太强,找个靠山压压惊,这话乍一听蛮有道理,敌人到家门口了,找大哥帮忙,也是人之常情,但仔细一想,他俩完全就是瞎说,俄罗斯再强再凶,还能比当年的苏联厉害,你俩那会怎么不怕? 为啥不加入北约?瑞典,芬兰加入北约,根本不是因为俄罗斯太强,反而是因为太弱了,加入北约是打算分熊肉了,不过现在的北约是石碑之地,他俩不知道吗? 非常知道,他本来就不是简单来找大哥的,而是要进来吃肉的,连北约的凳子还没坐热就参加军演了,而且就在瑞典,芬兰的家门口,双方都是急不可耐的样子,这个军演是北约近几年最大规模的军演,会持续到五月份,人数高达九万多人,所以别看乌克兰现在节节外退, 北约可没罢手的意思,东阔又拿下瑞典和芬兰,世纪正盛,马克龙已多次扬言出兵乌克兰,现在的形势表面上是俄乌两国在打,但北约其实早就参战了,而且不是说那些军事援助,就是实打实的参战,波兰,美国,英国军队早就在乌克兰参与作战了,只不过现在北约还不愿挑明,俄罗斯也不方便说,武士更大的失控, 当主战场僵持不下时,一个解决办法就是开辟第二战场,一方面可以拉进来更多的玩家,另一方面也可以换换手期,万一打开局面了呢?历史上的一战和二战都开辟过中东、非洲战场,在中东,俄罗斯也有巨大影响力,叙利亚军事基地是从苏联继承下来的遗产,虽然兵力不多,但搅动能力还是不错的,而伊朗更是近些年,俄罗斯也有巨大影响力,叙利亚军事基地是从苏联继承下来的遗产,虽然兵力不多,但搅动能力还是不错 俄罗斯重要的合作伙伴,一个提供无人机,一个支持高超音速导弹技术,相互支撑的作用很明显,目前胡赛已经拿到了高超音速导弹,今后对美国军舰的威胁可就大了,美国的红海护航要怎么收场,要不要增兵,总不能被拖鞋军打跑吧,除了中东,俄罗斯对东亚的影响力也很大,朝鲜和韩国可是拿出了一百多万发炮弹, 朝鲜和韩国这次的赌注压得也很大,统一半岛是朝鲜和韩国的心愿,一旦乌克兰那边吃紧,东亚就是第二战场的备选,随时可以引爆,六世台海并不是最可怕,说了这么多,心里最想说的还是中国,美元加息周期已经结束,下一步就是美元冲向世界,购买低价资产的时刻,东亚尤其是我国一直没有生乱,美帝一直心有不甘, 迟迟不愿降息,反而让日本加息了,真是不放弃任何一次机会,想打爆我们,如果半岛能打起来,日韩也好,我们国内也好,大把资金会跑,就和俄乌一样,可见这里的风险,要比金门高得多,台海是我们的主场,美帝掀不起太大风浪,不过半岛还只是三战的潜在风险之一, 我们关注的同时,对大事还是要有个清醒认识,三战以来,而且还未到高潮,更大的风浪还在后边。